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佛教 律宗 祖庭 钟南山 敬业寺方丈 也是当代的高僧 本如法师 各位观众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本如法师 您好 您万里迢迢 从中国飞到洛杉矶 美国 我知道 有两件事很想大面请教您 在您来之前 我首先看到一条新闻 这是3月份吧 3月25号 各大电视台 还有网上 尤其是凤凰网 全程都报道了 您容认钟南山的敬业寺的方丈 我们知道律宗是八宗之首 而敬业寺就是一个天下的名寺 这个过程和缘由是怎么回事 你快讲讲 佛在世的时候 我们都以佛为自己的师父 以佛为师 在佛将要灭渡之前 阿兰尊者曾经很虔诚地问佛 说你在的时候 我们以你为师 你不在 我们应该以谁为师呢 佛告诉他 以戒为师 以戒为师 所以戒力是重要 是可见的 那么整个僧团 僧切 它能够维持下来 能够让正华久住 很重要 就靠佛所说的 所制定的这些戒力 那么这个戒力呢 到了中国以后 到了我们钟南山 有位道训律师 他呢 把当时有分歧的 小城跟大城的这个戒力呢 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 又跟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 结合在一起 推进了它整个中国化进程 那么形成了我们现在 很独特的中国佛教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现在呢 汉传佛教 不仅仅在中国 在东南亚 而且是在全世界 都共踪南山的四分地 所以受见呢 都以它为典换 这真的是一个 中国佛教界的一件大事 也是至高无上的 一个荣耀和责任 那么这次呢 从北京你们 相惜二代是五位 我们把通称为参展人 因为这是首届 中国当代佛教艺术展 美国寻展的第一站 在洛杉矶 那这展出完以后 要到纽约去 这五位书画家里边呢 只有您 是这个出家人 可以这么讲 但又是书画家 那么我请问 您的这个 跟我们谈一谈 中国的佛教 甚至是禅宗 这些东西和书画 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佛教传到我们中国以后 已经形成了 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那么中国佛教呢 也可以说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那出家人呢 在修学的过程中 很注重的一点 就是对佛所教导所遗传下来的这个修多罗 也就是经典的修学 那么古代很多都靠着书写下来的 所以佛教的艺术它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有调述 有建筑 有音乐 有舞蹈 有画 有书法 它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 把佛所教导的这些法要 能够传承下来 那么中国佛教呢 它正好继承了这个 佛的这个心 佛的慈悲 平等 智慧 它传承下来 也是靠了这一些 当然我们在作画的过程中 特别写书法的过程中呢 跟禅 修禅是有很大关系 因为呢禅中它最重要的 是让我们叫明心见性 它是直指人心的 那么在出家人在写 特别我在学画或画画过程中 我经常要打坐 因为起来呢 我们在画在写的时候 都是一种表达 是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 并没有太多的去执着它 是吗 并没有太执着于技法 对 对对 更重要的我想的一种修养 还有画外的功夫 各方面的 我也不是一个书法家 也不是一个画家 但这一次呢 王志远先生 大家呢 来共同 来做这个巡回展 我认为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能够跟大家分享 特别跟美国的朋友们分享 那些非常好的 也能企划我们每个人的智慧 净化我们的内心 太好了 这次您带来了多少幅作品呢 我都带了三十多幅 三十多幅作品 有书法 有绘画 对 这个 城门您看得起 刚才送我这本画册 我们翻开随便看看吧 来 像这幅字啊 就非常漂亮 这叫 释迦牟尼佛传法记 我写书法 这个怎么念 这个 法本 法无法 无法 法义法 今后 无法实 法法 何成法 这是呢 释迦牟尼佛 在禅宗里面的 最重要的传法记 祭送 所以呢 我经常会把佛的一些 祭送 或佛所说的话 把它书写下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有很多人能从文字上 能够 祭福本心 明白佛什么意思 好 我们再随便翻几页 我们看看您的画吧 这个 这是一幅红图 这是圈纸 做得非常的讲究 这个 这个是我路过 那个我们云南的一个 益龙写山 益龙写山 我 写一个写身稿 策马 扬长风 登高建真宫 益龙泛弦影 心歇 当下空 写得好 所以你内心里面有 中长万和 但是一下子能够很空灵 把它们都纳到里面去了 OK 这是木吧 木心 木心 让心清静 的意思 明白 这幅字呢 这一桌呢 是古代的一个 禅宗的禅师写的 南台静坐一炉香 终日凌难万利亡 不是西心除妄想 只言无事 可思量 不必要去除什么妄想 本来就没事 很高的境界 是 这种常务的境界呢 我们其实本来是记住的 不必要你去思量它 本来现成的 好 受教了 受教了 这个 刚才我说了 这次来了五位书画艺术家 只有您呢 这个是 出家人 那您的书画呢 自是不同 着实于这个 佛禅为根基 心里生发出来的东西 可以这么讲吗 是 我刚才看您的书画和绘幻了 可以说是冷峻高谷 笔墨雅拙 充满了这个 佛学禅风啊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回到佛教本身 我们一般的俗众啊 对绿宗呢 知道的不是太多 我知道这个静夜寺呢 在中南山 我是生在西岸的 小时候我们在 我正好在城南 我们原来就看到南山了 一说就是南山 那么这个静夜寺坐在中南山呢 面对的是八百里秦川 而且是黄河从这边滚滚而过 八水绕长安了 这样一个佛教圣山 一个天下明煞 您在这儿多少年了 我二十年了 已经二十年了 可是您是福建人呢 对 因为仰慕古代那些道德 大德们呢 他们都到里面去修行 天下修道 中南为贯 中南山修道至古 就很多了 对对对 他们能够到里面 去养自己的浩然正气 参入人生 像这样子 养目已久 所以八八年 我就起了中南山 那在八八年之前您在 我在厦门南普陀 南普陀 是 在明南普际学习 所以这座山呢 就你说的 它正在中国版图的正中间 对 是一个东西走向的 一个横断山脉 对 北面呢 是黄河 对 南面是长江 西遥昆仑 东直大海 对 我们讲说是中国的华盖 汇部 汇部 现在中国的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块 它的空气 它的立法 它的环境 都把它弄 特别它的水 把这些呢 都把它优化 这里面的文化呢 那就更森严 因为它是长江 黄河的分水点 对 又是南北的交界 对 那在古代呢 你在那就知道周秦汉唐 对 这十三朝古都呢 都在那建都 是 所以呢 它引力了我们中华民族 非常传统 非常优秀的文化 以前我们在厦门不知道 觉得自己读书了很多 但是你到中南山呢 你就发现自己呢 很浅薄 很渺小 以前会觉得自己很有修行 但是呢 你到中南山去就发现 自己越修越不行了 因为跟古人呢 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 相当大的距离 所以这座山呢 在西汉 他有个西京府 张恒写的 他写中南山 大中南山的概念 对 西京府 张恒 中南山 麦启昆仑 他的麦启言在昆仑上 尾弦松叶 尾巴弦住松山 对 这样子横跨几个省份 五个省份那么大 那么庞开一支 直向 金楚 就是武当山 对 所以中南山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文化 有很多的故事 没错 汉仙 张良 师佛 王为 随便捏出来就一大把 像我敬业寺所处的位置 也是很奇特的 那道新律师呢 因为他写作 打作 怕能打脑 所以他经常祈祷 父法菩萨能力 指点一个地方 后来有一天在定中 父法菩萨就告诉他 比清宫村顾敬业寺 地当宝室 道可惜臣 所以那边有个村叫清宫村 有个老的敬业寺 可见道新律师去之前敬业寺就存在了 我们这一次呢 西安召开了一个佛教祖庭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们社科院跟王亚龙教授找了大量的文献 证实了 他应该更早以前 应该在南北朝的北朝这个事业已经存在了 那么道新律师呢 因为得到菩萨这样的指示 这不是风水先生看一看 而是菩萨指示他的 所以他翻山页里到那修行 因为后面那几个字就很有意思 地当宝石 这是个宝地 在那修行你一定会成功 休息成功 一定会成功 所以他翻到那边去 在那修行 敢天人送贡 天人给他送吃的 敢天王护华 你看那个宋高僧传写的 那都很神奇 所以一个人呢 他如果戒品经验 戒品好 守戒经验 他会得到很多农天的拥护 也得到很多我们百姓的喜欢 所以出家人守戒是非常重要的 好 刚才呢 本如法师跟我们讲的这一段 他刚才讲了 是这个张衡的两经户中的西经户 他别有一番解读 高皇建领 顿开茅塞 他自己的解读非常好 气魄非常大 那我还要再追问您一句 就是这个八宗啊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宗 小宗啊 比如说十二宗的 十宗的 那八大这个中国佛家里边这八宗啊 六宗 刚才您讲了 这个怎么来来来来来理解它 你再给我们展开讲一讲 这个律子 戒利应是佛戒的 而且佛要灭渡之前已经告诉他的弟子了 我灭渡以后你们应该以戒利 以戒利为你们的师父 以戒为师 以戒为师 那么戒利呢 其实是所有出家人 所有佛弟子的修险的一个根基 也是八宗的基础 八宗的基础 那么戒利它很明显 它也是很直直能心 它规划你的不仅仅行为 而且内心都规划 心思戒体 心意识戒体 你要把这个戒体要严满 严明 要保护好 扶持好 呵护好 那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戒利他讲的一切恶的 不要去做 好的 你要积极去奉行 叫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单纯这样子还不行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众善 众善奉行 对 然后致敬其义 试诸佛教 还要清静 你不要做好事 老要给他显示你做好事 那不是个好事 做完了以后 很清静 事来则应 过后不留 如愿过长空 风吹竹叶 刷 做完了 写下来了 很清楚 很清静 要求这样 致敬其义 才是诸佛所教导的 这个真的说得好 很有感悟 那么中南山 你们平常怎么生存 我很好奇 这个我们生存分两个 我们经验是一不卖门票 不卖门票 我这了不起 第二 我一听就是肃然起敬 你来这山里面 我们有水 有冷水 潜水 有开水 你饮用 不要钱 然后呢 我们大殿前面的乡 你点 不要钱 然后呢 如果你提早来了 你要跟课堂打招呼 说你有多少人 要在这吃饭 也同样不要钱 哦 同样不要钱 宿舍 宿舍 香火钱 都不要 都不要 那么至于 有的人说 你这要不要给个钱 吃个饭 不给 也没有什么卖给你 那么我们试验里面呢 是有放了四个功德项 十五个 你随眼乐住 你要做功德 那是做功德的事 明白 做功德的事 这是一遍 另外一个遍呢 我们从古到今 在我们的山边 东沟西沟 都有自己种的菜 种菜 自己土地 就是妙产吧 对对对 自己向清明前后 快到了 一下子种瓜点豆 嗯 那么我就会弄一些菜籽 撒一撒 我跟他们种菜不一样 他们种菜是一拢 一拢一拢的 我呢 看到山坡的 我就随便一撒 啊 长得吃不长不吃 啊 他就会长很多 那有可能让我吃个三个月的菜 哈哈哈哈 这个陶雅明说 嗯 这个这个种菊 东临下 柔然简单上 您这是种菜 哈哈 柔然简单上 太好了 在古代 嗯 试验的维持 嗯 如果房家的试验 他有政府 给资金 嗯 如果没有 当时是个农业社会 嗯 出家人 农产病重 嗯 可以通过种地 现在呢 试验有几个 能给你有土地种 嗯 那么 只好卖门票 流通处 卖一些工艺品 或佛教的什么 流通的链珠啊 等等 来谋生 嗯 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嗯 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呢 呃 接着建庙 来连连佛采也有 在最近这个开会 中国开这两会 几多出家的大德 也提出来了 就这些社会上 很多寄佛典财的这一些 应该可以遏止 不应该让它生长出来 这些不好的东西 那么出家人里面呢 哎 也应该更好的来提高自己的自身建设 啊 优化自己 啊 如果根据佛罗介力 我们是很多不能做的 啊 好 我是个俗众了 哈哈哈哈 这个提我一个小问题了 嗯 OK 这样 嗯 那我听说您还用左手来写书法 是啊 左手说 不是 我右手写了 临天临久了 就有点太像 太古板 嗯 有时候左手呢 有一种 濁气 明白 有濁气 啊 只有我练武术的时候 我左手也是比较不经常 哦 说到这儿了 这个 我要和广大观众介绍一下 我们的本路法师啊 真的是才华横溢 不光是有深厚的佛学啊 还懂这个中医 懂这个武术啊 书画都非常的好 呃 今天呢 问了您这么多问题 这样吧 我们还回到这次这个展览的本身 这次这个中国当代佛教艺术美国巡展呢 是应了这个联合国 呼应联合国这个以文明对话 为促进世界和平这样一个大宗旨来的 呃 很快就要开展了 啊 那么佛教本来是印度的一个宗教啊 他现在已经示威了 呃 他的这个国教是印度教 而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呢 在东东汉吧 传到中国以后呢 现在完全本土化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一个宗教了 那么 佛教和世界文明对话这方面 你有什么宏愿 哈哈 我们当今我们中国领导人这个习近平主席 也一直提出来要文化立国 而且特别重视 呃 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啊 嗯 一部分 应该走向世界 让世界的人呢能更多了解中国的这些精彩的传统文化 嗯 那么作为我作为这个出家人啊 其实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是我们汉代的 对吧 对吧 汉代的长袖 哦 这汉代 秦汉都是这样啊 我们穿的那挂子大多是短这么短的 像明代的 哈 但是我们披着袈裟呢 是佛陀他们给我们制定的 像田地一样 我们叫福田地 所以一部分我们也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哈 一部分呢 我们也继承佛的慈悲智慧平等这个核心啊 啊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也积极说能够通过各种形式 各种方法能够呃 走出来 能够跟大家来分享 对啊 大家能够从佛的教导中 提高自己的智慧 开打 那开启自己的智慧 提高自己的修养 啊 然后建立一个非常 呃 和谐的啊 我们讲的很融洽的 这样一个世界 和平的一个世界 因为每个和平世界是要每个人内心做起的啊 是的 是的 好 这个 谢谢您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